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Channel 城市2024年一個大project 是什麼呢?我們交給Matthew說一下 2024的城市就是Channel的增榜挑戰 我們兩個角色就是這次節目的主持 我很明顯就是上客 為什麼Matthew會一起來主持呢? 因為相信在增榜這方面 隔有權威的都非他莫屬的 事不宜遲 我們先介紹一下這次的參賽者 首先邀請我們第一位參賽者 第一位參賽者就是Channel骨佬擔當 有稱這個廢雞非洲王子 他的肚子有小型微半水象的大型骨佬 你知道是誰嗎? 應該是媽媽 我們有稱媽媽 媽媽就是我們Channel男子的體重輕量擔當 他身高就是163體重43 BMI是過低的 好,你好媽媽 媽媽,你這個16343 對於這次的增榜挑戰你有多大的信心? 是有一點點的信心 因為我的對手看來是 認識不到太多東西的 事不宜遲我們都邀請了 第二位選手進來 第二位選手就是我們 廢J的自稱一姐 廢J骨妹 阿童 如果有請她進場 阿童就是我們廢J的暫時唯一 真點女生 身高160 體重41 BMI依然是過低的 那我們現在 暫時還有一個位給兩位選手 你們自己 放下訓話 我來 接下來這三個星期 兩位就會進行 一系列由這位肥導 不是 導師的指導 導師的指導下 再安排一系列的活動給他們 看看三個星期內 哪一位增榜成功 而每一項挑戰都會給他們加分 現在你們兩個先放下肯話 阿媽開始 行 做作品說話 完了 不用多說了 他只吃到一個元朵包 說吧 你也說不出什麼 真的說不出 就這樣 他也說不出 零剷除你 零剷除到啦 那我們現在兩位選手 是會即將上榜 今天起 上榜第一次 三個星期後 結算日 22號 贏家是會獲得一餐免費自助午餐 現在首先為兩位選手上榜 先 任何你覺得會影響自己重量的東西都可以脫 褲 褲都可以 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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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廢話 直接上榜 我可能射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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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明星優勢 哈哈 哈哈 你上榜 好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我們的上榜儀式 我們有請阿媽 這位是43.45kg 我們有請第二位參賽者 牙童 可以踩的了 一模一樣重的 兩個是 現在兩名選手 很公平 因為兩個都是一模一樣的起點 43.45kg 你上去跟我打架的都不一定 厲害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覺得怎樣 他脫了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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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兩個是起點一致 公平 這次比賽呢 有一點點的協議是需要 可以選手去同意的 第一項就是 不可以不健康地去增磅 例如 可以放牛油 乾炊豬油 那些是不可以的 如非必要是不可以做運動的 OK 你平時床上那邊就 豁免了 另外就是 不可以吃藥 吃 吃增肥藥 哈哈 最後一個就是 要正經參與比賽 一陣子不可以起中 好 我們現在有請兩位選手 不要笑啦 哈哈 你跟觀眾口說 喂 哈哈 哈哈 好 現在有請兩個選手握手 我們的比賽是正式開始的 喂 你不用那麼大力 啊 喂 你不要參加比賽啦 是肌肉 啊 啊 啊 喂喂喂 有人暈了 有人暈了 先剪一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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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一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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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Day1的挑戰 就是安排了這個 競食比賽給他們 吃回我們這個 不健康油膩食物的代表 麥當勞 當然他們可以 誰吃完這頓飯之後 上榜是會重得多些 重得多些那位 就會今天加5分 我們也有升級導師 肚子 喂 喂 喂 就會指導他們用什麼的正確方法去進食 那我們交個場給肚子 OK 這邊這些已經在吃了 就說是優良 導師一搭已經咬了半個 就說是優良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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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肥包不要遮住我 嘗嘗 媽媽已經是肥雅同領先 我連包都吃得慢過我 OK OK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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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於這次比賽的勝算是 我不知道 那些年代曹我從不 唉 説作文說話 零產脫島啦 可以 不要緊 一些小遊戲中 你贏得的話 我們都會加分 不是結果 每個小遊戲5分 那輸了呢 輸了5分 沒分 想不到他真的是 男人聲 女人聲 他連發射都不是男人 你不可以說 真 你先吃這個分 導師第一場競食 有什麼 留言 我覺得 牙蟲表現是良好的 對 他吃得多東西叫你 他經常說 我們食量有問題 他是正常 你現在看到你 是零正常 女人都吃得多過你 檢討蟹 檢討蟹 那些什麼暑假 那些要優先吃 因為那些是低一盒 你可以不斷拿 但披薩這些 可能只有8塊 那你8個人一人一塊 那你這個要放在最後吃 因為你吃得幾萬 都沒有人跟你爭那個披薩 就是吃了一些 沒有固定份量 所以你就每次都搶到 因為你有一個固定了你有的食量 那你就不要管 吃了一些 你本來是不應該有的 或者他搶多點回來才 對 對 說真的 他說這些一定有說服力 所以我們自己也會 我們自己也會 那經過一番幾個平食之後 我們現在就請到 那位選手出來 重點那個 就會在今天的少遊 你運的術師 就是贏得五分 如果平手就平分 那媽媽就 說一說 剛才是43.45 是 Month 等你 500克 不是 沒有400叫 你看 dwell Twitter 黃 但我肯定... 羠斧 5分 你搞什麼啊? 你搞什麼啊? 你真是生蟲 一杯檸檬茶也不止500 這杯是這麼高 100%生蟲 0分啊 你完全生殖 老司爺對於第一次的賽事 有什麼類似 和表現正常 媽媽就不理想 聽說你落重了外圍 沒有 你接下來做這兩位導師 你會不會對著牙童就流力 不傳授他太多的技巧 公平的 現在比賽第一天落後 很不確定 本身也說剛剛有一點信心 現在不知搞什麼 吃了空虛回來的 不知吃了什麼 就算我都沒有問題 但是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 尊重 一姐 聽說他們沒有買 沒有人猜到他 我是隱藏實力派 都說的 男人聲、女人聲 還有22日 盡量吃多 懷疑之後 唯一解決方案是直接入住 我不想說 不知做什麼 用作品說話 你那些什麼作品 這個人很難搶口 難說 真的難說 不知為何他這女兒搞成這樣 下一集 我們即將會有兩位選手 挑戰8小時糖平 導師也為他們準備了一連串的美食 想知道他們最後能否堅持得到呢 記住留意下一集啦 要了 抵 transformed 他都是 NE 溝通 Nic 這個 這個 是